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公司的彩妆品牌 最近新品上市 除去明星代言 我打算找些短视频博主推广一下 合作商米康将手机上的视频递给我看 佟总 你看看 我女儿粉丝一百多万 这形象 给咱品牌做个推广 没问题吧 我本是笑着接过手机 但当我看到视频中 那个没有露脸的男人 我还是一眼认出 视频中搂着女孩娇软身子的男人 是我老公 见我看着视频发愣 米康有些忐忑 佟总 可是哪里不合适 我将手机还给米康 你见过你女儿的男友吗 米康微愣 随即摇头 这丫头 总说时机成熟 再带她回家 见我又是沉默 米康试探道 那佟总 你看我女儿符合咱公司的推广要求吗 我点头 当然 如果你女儿愿意跟她 男友一起出镜的话 米康走后 我发消息给陈怀州 晚上早点回家 有事跟你说 可直到下班回到家 我才收到陈怀州的回复 抱歉呀老婆 我临时要去是出差 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 我划掉消息 点开某音 搜了那女孩的账号 正在直播 只见直播中女孩身穿浅蓝色绸缎睡裙 坐在大草原帐篷旁的椅子上 直播中时不时会露出男人的身影 但看不清脸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看姐夫啊 啊啊啊 姐夫身材好好 一定是美男 女孩娇羞道 我老公很害羞的 但是我会努力说服他出镜的 这时男人走过来 用手轻轻拍了拍女孩的头顶 别玩了 来睡觉了 女孩哼声道 我还要跟粉丝宝宝再聊一会 发现姐姐姐夫穿的同款睡衣啊 不会是要在草原瑟瑟吧 女孩看到那条弹幕 脸刷得就红了 有些扭捏道 我也不想的 不过谁叫老男人花样多呢 男人又凝了下女孩的脸颊 嗯 老男人 女孩弩嘴 故作不悦 哼 你竟然掐我 不跟你好了 男人用拇指轻轻妈撒女孩的唇绊 嗯 你舍得 女孩翘脸一红 老公 轻轻就和好 男人指了指手机 女孩了然地将手机放在大腿上 画面变成了黑夜中的繁星 背景声音是轻呼的风声 男女交杂的吻声 沉重的呼吸 男人声音沙哑低沉 带着难以遮掩的欲望 宝贝 把直播关了 我想要你 下一刻 直播结束 我对着结束的直播界面 久久没有回神 手指不自觉有些微颤 我放下手机 去阳台抽了几根烟 微凉的晚风 吹得我通体发寒 我回屋又点开了女孩的主页 189条视频 最早的一条在两年前 看完所有视频 已是清晨 原来 在我不知道的日子里 他们会在雪山之巅 高喊要永远相爱 在万米高空相拥跳伞前 许诺生死不离 在千米之下的深海亲吻 他会为了他包下 整个时代广场的投评表白 为了他像毛头小子一般 吃醋撒娇 装装见见 真好呢 如果我不是视频男主角的老婆 可能我也会像广大网友 一般羡慕 愣神间 账号又多了一则新的更新 是女孩背对日出的自拍 脖子上是斑斑红点 配文 再也不说 周哥哥是老男人了 啊 谁家老男人体力这么好啊 他们的账号名称 是米周夫妇 简介里写道 米只要熬得够久 就能遇见周了 遥想与陈怀周的初识 是十岁假期的一个午后 那年我随母亲 去了镇上的姥姥家 姥姥家的隔壁 传来若有若无的痛苦呻吟 然后我翻上墙头 看到了院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陈怀周 那时的他弱小无助 抬眼看着墙头的我 满眼都是祈求 如他所说 我是他人生的救赎 在他被小三妈抛弃 被酒鬼罢毒打 被同龄人欺负时 是我让父母资助他上学 又一次次站在他面前 替他出头 他不止一次说过 如果没有我 他或许早就死在童年的某一个时刻 后来 十九岁那年 我家破产了 一夜之间 入狱的老爸 跟只会以泪洗面的老妈 让我在睁眼面对这个世界时 有些茫然 常年的富足跟养尊处优 让我再失去这些后 甚至不知该如何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 是陈怀周 他抱着无法面对的我 彤彤 不要担心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然后 成绩不错的他为了我 办了休学 开始没日没夜打工 只为替我挣到学费跟生活费 他说 彤彤 你比我聪明 你多学点 于是 在大学期间 我不敢有一丝松懈 没日没夜地学习 做研究 后来我去求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市郊 获得了第一笔投资 研发了自己的美妆品牌 又抓住了自媒体的风口 用了九年 一跃成为国内知名一线美妆品牌 也从不安适适的附加千金 变成了受人景仰的童总 那时 我觉得我人生做得最对的决定 可能就是翻上那个墙头 遇见了陈怀州 我救赎了十九岁前的他 他救赎了十九岁后的我 还记得有一次 陈怀州一天打三份工 累进医院后 我哭着在他床头抽烟 我不上学了 我也去打工 陈怀州你快点好起来 但他即使面容憔悴 也会含笑安慰我 你是童 我是周 这名字不就寓意着 我们要童周共济 不离不弃 童童别哭 我们一定会好的 我将手机按灭 是 我们好起来了 我们再也不缺钱了 他不会再因为洗碗时犯困 被老板责骂 我也不会再为了一笔投资 喝到胃出血 只是 再也没有我们了 隔天 还没见到陈怀州 倒是那女孩 米诗诗先来了我公司 是米康带他来的 见我第一眼 他就故作乖巧道 童阿姨你好 我抬眼看向米康 这就是米总的家教 米康有些埋怨地拉了拉米诗诗 童总真是不好意思 我家诗诗被我宠坏了 不太懂人情事故这方面 然后低声道 叫童姐 米诗诗壮丝无辜道 对不起童姐姐 我以为你跟我妈妈差不多大呢 我放下手中的笔 暴毙看着他们 米总 你今天特意带女儿过来 是为了提醒我该去保养了 米康见我脸色冷淡 怒斥道 米诗诗给童总道歉 人家童总可是圈内有名的美女总裁 第一次见童总 我以为人家比你还小呢 你不要因为极度童总美貌 就在这胡言乱语 米诗诗见米康真的生气了 这才不情不愿道 对不起吗 然后小声嘟囔 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米康瞪了他一眼 然后和颜看我 童总 我这女儿真是太不会说话了 对了 之前我提到替公司新品推广那件事 我继续处理手上公务 低头随口道 我说过 如果米小姐愿意跟她男友一起出镜的话 合作当然没问题 米诗诗翻了个白眼 果断拒绝道 我老公不想出镜 况且这是个美妆推广 男的出镜有什么用 要不是我爸非拉我来 我才不想给你们公司 米康见米诗诗越说越过分 正要打断她 陈怀州打来了电话 我看着面前一脸不服的米诗诗 心中也生起一股逗弄之心 我示意二人稍等 接起电话 陈叔叔有什么事吗 陈怀州一愣 随即倾笑出声 老婆 今天这是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我叹了口气 哎 其实是今天有个小姑娘 叫我阿姨 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呢 陈怀州一听 正色道 哪来的小姑娘这么美眼色 我老婆天生丽质 宇宙第一美 谁敢质疑我老婆的美貌 真是没眼光 别说了 我开的免提 人小姑娘就在旁边呢 那正好 小姑娘我跟你说 我老婆这么美 阿姨你都叫得出口 我劝你周末去看看眼科 只见米湿湿脸色越来越差 我轻笑打断陈怀州的话 好了 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别一会把米总的宝贝闺女说哭了 当时 电话那头传来短暂的沉默 米湿加工的那个米总吗 我嗡了声 米总 跟我老公打个招呼吧 米康连忙上前 陈总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的 早就听闻 佟总跟陈总非常恩爱 今日一见 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这小女 真是太不会说话了 今天要是惹到二位不悦 一定见谅啊 回去我会好好教育她的 陈怀州的声音干巴巴地答道 不用 都是小事 我还有事 就先去忙了 说着不等我回应 就挂了电话 看着拿着手机 噼里啪啦打字的米诗诗 我诞声道 既然米小姐男友不愿出镜 那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吧 米康有些失望的陪笑 正打算拉米诗诗走时 米诗诗抬头得意道 不 合作继续 我老公可以出镜 不过依旧不露脸可以吧 我看着女孩带着挑衅的面庞 沉吟片刻 点头道 好 拍摄团队 拍摄场地也由我自己准备 可以吧 我继续点头 好 夜深回家时 屋内依旧没有陈怀州的身影 曾经我觉得温馨的房子 此时只觉空荡寂静的可怕 我借着月色 从酒柜拿出一瓶白酒 一杯接一杯入口 真的很辣 眼泪都有些控制不住 随着一瓶见底 陈怀州推门而入 开灯的那瞬 看见的就是通红双眼的我 他紧张 小跑到我身前 彤彤 你怎么了 我看着陈怀州 那一如既往的关切神情 质问的话终是变成 曾经我为了公司的投资 喝过很多很多酒 你知道我每次喝那些白酒 反胃吐出来时 我在想什么吗 陈怀州神色有些动容 彤彤 你辛苦了 我摇头 继续低头自语 我在想 我要努力 我身上背负的是两个人的未来 曾经有一刻我想过 我可以接受一个人吃苦 但为了你 为了我修学的你 为了我没日没夜打工的你 我不能放弃 我想给我们一个好的未来 听着我的絮絮叨叨 陈怀州轻拍我的背 我都知道 我的彤彤最棒了 彤彤 是工作上遇见什么难事了吗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即使不成功 我也会永远 在你身边 看着陈怀州 依旧温柔坚定的目光 我的泪刷的就控制不住了 无数次我想放弃 想就此平庸过活时 是陈怀州坚定地相信我 不离不弃在我身旁 才给了我一次又一次向前的动力 此刻 我心中有意赶撑 一边是22年的爱与感动 另一边是背叛 带来的怨与心痛 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试图让天平偏移 你还爱我吗 陈怀州微争 随即肯定道 老婆 我当然爱你呀 酒精上头 我睡了过去 半夜 头疼醒来 床边空无一人 我光着脚顺着光亮走到楼梯口 只见楼下客厅 陈怀州压低嗓子 轻声哄着电话那头的人 我当然爱你 嗯 真的 只爱你一个 地板冰凉的温度传到心底 原本摇摆不定的天平 此刻在心中彻底倾斜 心中最后那丝侥幸也随之消失 次日 陈怀州做好了早点 看着我关切道 老婆 昨天喝了那么多酒 一定很难受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搅动着桌上的牛奶 诞声道 只是突然很怀念曾经 你即使很忙 也会变着花样给我做一日三餐 只要老婆喜欢 我做这些都值得 见我半天不动快 陈怀州看了眼手机 面上银有一丝焦急 老婆 快吃吧 一会早点要凉了 我想吃红烧牛肉面 这会吗 我点头 陈怀州有些迟疑 可是我 不行吗 陈怀州连忙摇头 当然可以 老婆你先吃些早点点点 然后她进了厨房 我拿起了她的手机 密码是那女孩的生日 是我看家里监控知道的 她曾经从不设置密码 她说我俩之间没有秘密 我可以随时看她手机 虽然我从没看过 微信界面 是不加掩饰的备注 甜蜜老婆 蜜师师发消息问 老公 我在家 等你一起过周末 配图示穿着睡衣的性感自拍 老公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是不是那老女人又骚扰你了 骚扰 我轻吃一声 继续网上翻看 在这些对话中 我看到了全新的陈怀州 我面前听话会撒娇的陈怀州 在米诗师面前 是一个成熟稳重的霸总 只要她提过的牌子 她都会为之买下当季整个系列 因为她一句想看极光 就带她飞往冰岛 满屏都是女孩掩饰不住的崇拜与爱意 米诗师问她 你还爱她吗 不是爱 是责任 别管什么责任了 老公你什么时候跟她说离婚啊 再等等 我怕她接受不了 我将聊天数据录下来后 心头回应 我再试着接受了 陈怀州端着面出来了 见我拿着她手机 明显身子僵了一瞬 我故作好奇 你怎么手机开始设密码了 陈怀州朝我走来 自然拿过手机 这不是公司人来人往 多个心眼 然后将手机塞进兜里 将面推到我面前 老婆 尝尝 我没再多言 吃起了面 味道一如既往 只是在吃 却有了不同的心境 原本充满爱意 让人惦念的面条 此时普通的不像话 没等我吃完面 陈怀州就借口 公司有事离开了 我一个人对着餐桌 发了很久的呆 直到碗中的面条 便凉发坨 手机推送消息 我经常观看的博主 正在直播 我点进去 米诗诗正在家里直播 直播中 男人正在厨房做饭 哇塞 姐夫还会做饭啊 姐姐真的好幸福啊 米诗诗一边回复评论 一边从背后抱住男人 竖带熊斑懒懒道 老公 亲亲 男人宠意道 别闹 马上吃饭了 哎呀 就要亲亲 老公唇软软香香的 比饭更好吃 男人无奈 低头一吻 绵密的唇齿交缠 跟轻微的喘息 传进屏幕 大清早就来杀狗啊 虽然但是 嘶哈嘶哈 我爱听 米诗诗声音微喘 老公 先别吃饭了 先吃我吧 直播中 男人喉结微动 沉声道 好 啊啊啊 每次都停在关键时刻 米结你是会直播的 下一刻 直播结束 我将手机随意扔在地毯上 闭眼靠在一背 我无法明确此刻的内心 是心痛多一点 还是恶心多一点 我不能忘却 与陈淮舟二十二年来的朝夕相处 但也无法原谅他的背叛 我发消息给公司律师 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 陈淮舟发消息 说他要去临市出差几天 很容易就调查到了两人的动向 我到达拍摄现场时 里面正拍的热火朝天 主题是骑士与公主 陈淮舟戴着一个银色面具 穿着银色铠甲 米诗师则穿着粉色公主裙 一旁的工作人员都在说 二人般配 有人还起哄 什么时候能吃米姐的喜糖啊 米诗师娇羞看了眼陈淮舟 就快了 陈淮舟也倾笑点头 米诗师嘟嘴朝陈淮舟道 老公 还想要亲亲 陈淮舟一把揽过米诗师的腰肢 拉起面具 低头亲吻上了他的唇 周围都是热烈的起哄声 亲眼看到这个场景 我第一反应 竟是面无表情地拍了段视频 才走到二人身后 陈淮舟稳地望我 一吻结束 抬眼看见我的那一刻 他先是正愣根不可置信 随后像是膝跳反应般自然 一把用力推开了怀中的米诗师 米诗师被长长的公主群绊倒 整个人都重重跌在了一旁的道具上 不明所以的工作人员上前搀扶 语气不善道 这位女士 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我没有说话 只是冷脸看着陈淮舟 陈淮舟满脸都是惊慌失措 他结结巴巴解释道 老婆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们 我们 演戏 对 我只是在陪他演戏 这都是剧本 话一出口 周围顿时响起窃窃私语 我点开米诗师的账号 跟别人上床 亲吻 拍视频 是你的副业吗 陈淮舟灯使哑然 痘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 看得出他真的很慌张 米诗师被扶起来 上来不是质问陈淮舟为什么推他 而是冲我大喊 这是我租的私人场地 你凭什么进来 我淡定反问 嗯 卓监还要邀请寒吗 这一出八卦 周围早有人耐不住好奇 开始拍视频了 米诗师朝周围大喊 都不许拍视频 然后朝我叫嚣 你这个老女人 周哥早就不爱你了 你才是横在我们感情中间的第三者 陈淮舟脸上血色进退 你闭嘴 我跟你在一起只是鬼迷心窍 说完 抓着我的手 老婆 你别生气 你相信我 我真的爱的人只有你 我甩开她的手 陈淮舟 二十二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眼中揉不得任何沙子的 所以 离婚吧 陈淮舟不同意离婚 除了我的律师 他见不到我的人 开始没日没夜发消息 求我原谅 与此同时 米诗师添加了我的好友 我同意后 他疯狂发他与陈淮舟过往亲密照片给我 我不回复 他也不停发消息给我 每天睡醒 打开手机 都是两人的九九家消息 直到一周后 陈淮舟说 离婚吧 如你所愿 米诗师发了张孕简单给我 你个怀不上孩子的老女人 我依次回复 是如你所愿 你发的东西都很有用 让陈淮舟可以名正言顺地净身出户了 陈淮舟一直想要个孩子 他曾经很羡慕我的童年 他认为 他不幸的童年 都源自他的父母 如果他做了父亲 一定会很好 但我身体早年喝酒奔波 早就亏空 即使后来精心调理 但医生给出的结论依旧是 很难怀孕 听到这个消息时 即使他有些失望 也会安慰我 没事的童童 我有你就够了 现在想来 果然 所有的美颜与感动 都是有时效的 看到离婚协议上的财产分配 陈淮舟有些绷不住 凭什么我要净身出户 出轨有运都不算理由吗 可是我这些年为你 为公司付出了很多呀 我点头 我知道 所以你名下的财产 你可以留下 这么看来 你也不算是净身出户 陈淮舟促眉 那才有多少 公司是我创立的 股份都在我手上 这些年陈淮舟在分公司任职经理 拿的是常规工资 而他平时给米湿湿花的钱 也走的是公司应酬账 我劝你还是签字吧 如果我要追回你婚姻期间 为米湿湿花的钱 你可能一分也拿不走 还会涉嫌做假账的刑事责任 陈淮舟有些失望地看着我 童微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童微 时隔多年在听陈淮舟叫我全名 我竟有些不习惯 还记得 他刚得知我名字时 口中喃喃 童微 童微 真好听 然后小心翼翼开口 我能叫你童童吗 我永远记得陈淮舟说这句话时 眨着的大眼睛中仿若有光 而如今 我看着对我面露不喜的陈淮舟 我甚至无法将他与上周的陈淮舟联系在一起 我抿了口咖啡 哪样 很自私 我心中有一丝抽痛 但面上却笑出了声 如今这种情况 你还要要求我无私吗 原来我在你心中 就是个蠢货吗 陈淮舟醋眉 童微 你真的变了很多 诗诗很像年轻时的你 阳光开朗 一个微笑就能驱散我心中所有阴霾 而现在的你 很冷血 我用指尖清点桌面 沉吟片刻才到 二十二年啊 谁又能不变呢 我将目光投向陈淮舟 你也变了 不是吗 在米诗诗不断的消息轰炸下 陈淮舟还是同意签字了 冷静期一过 我上午跟陈淮舟领了离婚证 下午 米诗诗就迫不及待在朋友圈 跟某阴晒了结婚证 配文 是合法的米舟夫妇了 生怕我看不见 她还特意撕发给了我 然后嘲讽道 我不像你 只爱钱 即使你一分钱不给周哥哥 我也会对她不离不弃 作为富二代跟百万粉丝的博主 米诗诗并不缺钱 她想要的应该是真爱 米康的电话随之而来 她声音带着慌张 佟总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情 你看我与贵司的合作 抱歉米总 虽然一马归一马 但我们的合作 还是取消吧 米诗的解款 一直走的是分公司的账 在解除陈淮洲分公司的任职时 我顺便查了账 才发现 陈淮洲一直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给米诗解款 我不相信 米康会没怀疑过 米康既想通过陈淮洲得到好处 又想从我这里 拿到公司产品的推广机会 这种想两头战的人 我自然不会再合作 更主要的是 陈淮洲离职后 才有工厂的反馈到我手中 这批新品 米诗提供的原材料是残次品 而同意生产的文件 是陈淮洲签的字 我断了与米诗的合作 急得米康每天都来公司找我 只是都被拦在门口 我理解他的着急 毕竟太多货物压在手中 迟早变成负资产 国内需要大量美妆原材料的公司并不多 其余公司也早就有了合作商 不过一周 陈淮洲就发消息给我 童威 你有什么怒气冲我来 不要伤害诗诗的家人 我回复 公事公办 我无法忽视陈淮洲这些年的付出 但也无法原谅陈淮洲的背叛 我能做的只有远离 但即使我什么都不做 米诗诗也会主动找事 米康因为堆积的原材料 忙得焦头烂额 听说将米诗诗骂得狗血淋头 只是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他怎么不小心点 竟然让我发现了 米诗诗被骂后 一怒之下 拍了个视频 开始在网上抹黑我 视频中 米诗诗哭诉我 不守信用 骗他父亲囤积大量货物后 又将合作取消 然后实名举报我的美妆新品 使用残字原料 并提供了质检报告 天哪 我一直买TZ的化妆品 不会烂脸吧 小公司真的太不容易了 一旦资金断裂 都有可能破产的 言而无信的老板 又能生产出什么好产品 TZ赔钱 赔钱 见风平站塔 我又没有动作 借着我公司的热度 米诗诗开始不停地发视频抹黑我 而自始至终 陈怀周都充当在视频中 安慰他的那个歧视 随着我公司股价不断下跌 米诗诗的账号 也收到了很多小公司 愿意合作的消息 他发消息得意挑衅到 我要亲手摧毁你的公司 而我会跟周哥哥一起扶摇直上 我回他 你高兴得太早了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为了今天的所有成就 我付出了多少日夜的努力 我甚至可以接受米诗诗 抢走陈怀周 但我却无法忍受 他想毁掉我的公司 我叹气 22年啊 陈怀周还是不够了解我呀 我将收集的所有证据 通过官博发出 取消与米诗的合作 是因为米诗提供了 我私一批惨次了 而在沉默的这段时间 公司已追回所有售出新品 并给予了十倍赔偿 而与此同时 网上也爆出 米诗诗长达两年的恋爱视频的 男主是TZ总裁的前夫 一时之间 风平倒转 啊啊啊 赔偿十倍 TZ大气啊 感觉错失了一个亿 知三当三 还天天亲亲亲 不怕烂嘴啊 真的好贱啊 抢人老公 还想污蔑人公司 而米诗诗 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场网报 他花钱想压下舆论 我就用钱 为舆论加把火 很快米诗面临破产 因为负面新闻的爆出 最近新签的合作方 直接取消合作 还要求赔偿 米诗诗冲到我办公室时 因为挺着运渡 导致没人敢拦 他没眼憔悴 很力道 同威 都是你 你毁我了我 不是你先开始的吗 你就是极度 你极度 陈怀州他只爱我 我摇头平静道 我是好奇 我好奇 你说 即使没钱 你们也会不离不弃 我想看看 是不是真的 米诗诗气急败坏 就想抓桌上的东西砸我 可还没抬手 就被我的助理架住了 这位女士 你在无理取闹 我就要报警了 米诗诗气得拼命挣扎 我上前轻轻捏住她的下巴 看着这张怨毒的脸 疑惑到 陈怀州说 你像年轻时的我 阳光开朗 可我怎么瞧着 一点也不像呢 再见陈怀州 是我从国外谈项目结束 那套 我俩住了快七年的房子 我挂了出去 约买家过户那天 我在房子等买家 只是来人竟是陈怀州 她瘦了好多 即使被父亲毒打 眼中依旧有光了男孩 此刻却眼神灰暗 眼底清黑 我有些亚然 你现在还有钱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彤彤 我只是想见你一面 我醋眉 看来你不是真的想买房 只是在耽误我的时间 我拿起包就想走 童微 陈怀州大喊我的名字 声音哽咽 你到底有没有心 你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艰难吗 我回头 平静反问 不是你先忘的吗 陈怀州 从一开始 做出选择的那个人都是你 陈怀州揉了揉发乱的头发 声音愧疚 彤彤 我如果说我知道错了 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不能 我的声音冷酷又平静 让陈怀州有些震愣 我看了看时间 催促道 还有事吗 没有我就先走了 童微 你为什么不能反思反思自己 如果不是你变了 我又怎么会出轨 我们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反思什么 我变了什么 这些年 你越来越忙 你将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如果可以 我宁愿我们没有钱 我们还是那对手在出租屋吃素面的夫妻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爱马仕 轻声道 可是我不愿意 我喜欢现在的我 你总说我变了 可是陈怀州 我庆幸自己的改变 我指着窗外的高楼与江景 我如果不改变 我可能这辈子都再也看不到这高处的景色 我喜欢高处 这里有自由的味道 我不想再回到去讨好他人 为了一份小合同 就陪笑喝酒的日子 那些日子并不快乐 陈怀州有些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我不再看他 走到门口时 他声音压压的 彤彤 真的不能重来一次吗 很多年前 陈怀州问我 彤彤 假如如果重来一次 你还会翻上墙头救我吗 当时我只是笑着回应 哪有那么多假如啊 我做了这个决定 就永远都是这个决定 而如今 我只是言简一该道 真的不能 陈怀州死了 被米诗诗捅死了 这件事上了新闻热搜 听说是米诗诗得了产后抑郁症 无休止哭闹的孩子 只会对着照片发呆的老公 争吵失控中 将水果刀插进了陈怀州的脖梗 不得不承认 我和米诗诗的人生轨迹 是有一丝相似 富足无忧的童年 破产崩溃的青年 只是那时我拥有眼镜有光的陈怀州 陪我一点点走出困境 最终 那个房子 我选择留下了 在陈怀州死后第七天 我坐在屋内 为他上了一炷香 依旧空荡寂静的屋内 飘着淡淡香气 在青烟缭绕间 我好像回到了 出狱陈怀州的那个午后 那时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但眼睛依旧闪着光 他像不安适适的孩子 看着我 小心问道 你是天使吗 我听村子里的人说 天使会给人带来好运 我觉得 今天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一天 我摇头 我不是天使 我叫童微 自此之后 命运开始交叠 我有些怅然地坐在屋内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 我顺着声音找了半天 才在电视柜下 发现了一个冲着电的手机 是闹钟响了 上面显示童童生日 我这才想起 今天原来是我的生日 每年这会 陈淮洲都会做很多好吃的给我 正愣间 解锁了手机 点开了备忘录 上面的信息密密麻麻 好喜欢童童 老天爷请赐予我表白的力量吧 童童好辛苦 我也要更加努力 童童购物车里加了一条项链 我要再多打一份工 争取月底钱送给他 童童好忙啊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我做的饭了 童童是不是不爱我了 即使童童不爱我 我也会永远爱童童 看完这些 已是半夜 眼角流过的泪 也再次干涸 我似乎听见虚空中 陈淮洲说 童童 对不起 我抬眼 看着面前的虚无 缓声回应 错了就错了 但是陈淮洲 我原谅你了 我不会再爱 再恨三十二岁的陈淮洲 但我会永远记得 曾经的陈淮洲 那个眼睛有光的陈淮洲 下面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深夜十二点多 我接到我表哥刘仲军 打过来的电话 说他刚才在离我家不远的 一家酒店大堂 见到我老公 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一开始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后来又仔细瞅了几眼 听他这么一说 我当时就愣住了 因为我老公 今天一大早就告诉我 他要去上海出差 得三天之后才能回来 可是 我表哥他不可能骗我 从小到大 他一直都对我很好 小小 你要不要过来 你要是想过来的话 我现在就在酒店大堂等着你 张超跟那个女人 进的房间后 我都已经帮你打听清楚了 保证一抓一个准 我恨恨地咬了咬牙 手指用力握着手机 立刻决定过去看看 之后 我随手拿了一件外套穿上 又把车钥匙塞进包里 急匆匆地离开了家 其实 我当时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居然能让 张超背叛 我跟他之间的婚姻和感情 我跟张超是大三的时候在一起的 别人是快毕业就分手 可我们却刚好相反 而且 还是张超主动追求的我 他说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是耍流氓 他不想对我耍流氓 他想跟我结婚 我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的 只觉得活了21年的我 终于匹吉泰来 遇上了自己白马王子 于是 大学一毕业 我们俩就张罗着结婚了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女 我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给我们准备了房子和车子 而作为男方的 张超 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出 不过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因为我跟张超很相爱 我觉得真爱不需要在意这些 结婚的第一年 他跟我说他父母 希望娶他家过年 还说 这是他们那的习俗 我答应了 到了那里之后 因为语言不通 我除了张超和他家人之外 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 可有一天中午 我坐在外面晒太阳 一个唐嫂突然跟我 他问我 我嫁给张超 是不是一分彩礼钱也没要 我答应就回答说是的 唐嫂立刻就惊讶地怪叫一声 难怪哦 这两天 我三娘逢人就说他家 张超有多厉害 娶个儿媳妇 一分钱没花就算了 还倒贴了省城的房子和车子 那样子 别提多得意 我当时听了 也就客气地笑笑 老人家嘛 等我开着车匆匆忙忙赶到酒店的时候 才过去了十五分钟 表哥刘仲军就在大堂等着我 他见到我走进去 连忙就迎了上来 一开口就劝我不要太伤心 更不能冲动 如果想离婚 就一定要把财产抓在手里 绝对不能便宜了那对肩夫淫妇 我知道表哥是为了我好 可我这时候已经什么都不愿意去理会了 我只想见一见那个勾引我老公的狐狸精 我更想问问 张超 我倒是哪里没有做好 居然让他这么对我 表哥见我什么也没说 又安慰了我几句 这才沉着脸 带我走进电梯里 1203号房间 我站在门口 里面传来女人浪荡又风骚的叫床声 我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色 但我知道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手指死死地传在一起 指甲几乎抠进了掌心的肉里 好一会儿 我才让我表哥动手敲门 又告诉他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就行 让他在外面等我 表哥立刻按了几下门铃 女人的叫床声立刻就停止了 紧接着 里面就传来一个男人 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听得出来 这是我老公 张超的声音 胸口很痛 像是被两只大手用力地撕扯 表哥没有作声 又接着按门铃 房间内安静了一会儿之后 就听到 张超骂骂咧咧的声音 妈的 大晚上的谁一直按门铃 我的心越发凉了 身体也几乎颤抖 我只能强压下心里的愤怒和耻辱 等着 张超开门 可 张超居然把门锁上的链条放了上去 眼前的门只打开了一条缝 露出张超震惊的模样 怎么是你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旁 我心情居然出奇地平静 不吵也不闹 老公 你把门打开 我就进去看一眼 一眼就好 我就是想知道跟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什么女人 一小 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 看看吧 都这个份上了 她竟然有脸 反摇我一口冤枉她 我表哥想说什么 但被我阻止了 这是我的家事 我想自己来解决 我被张超气笑了 心里却越来越冷 像寒冬的荒漠 那你敢跟我赌咒发誓 这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一小 这大半夜的 你别跟我在这里无理取闹了 我无理取闹 张超 是我表哥亲眼看到的 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 你 我被他气得不轻 脑袋嗡嗡嗡地作响 张超显然没有想到 我表哥也来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 小小 这是一个误会 你先回家 我之后会跟你解释 我就这样看着他冷笑 鬼才会信你的话 张超突然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顿时 有些傻眼了 从小受到的良好教养 让我没有办法 让自己像泼妇一样骂街 我只能咬着牙疯狂地按门铃 即使站在门口 我也能听到 里面响起的刺耳的门铃声 可是 里面的人就跟死了一样 一点动静也就有 我想打电话报警 说有人嫖娼 可被我表哥拦住了 表哥说 张超这个时候已经警惕了 就算到时候警察来了 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 反倒会让我们陷入被动 我冷静地想了想 觉得我表哥说得有道理 只得放弃了这个念头 可我该怎么办 表哥似是看不下去了 小小 要不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在这里 守着也没用 这小子打定了主意 要保护那个女人 我看你还不如先回去 再做打算 我沉默了 来酒店之前 我还抱着侥幸心理 可能是我表哥看错了 可现在眼前的一切 击垮我的幻想 我这个人人 称赞的好老公 居然真的背着 我跟别的女人鬼混 不 我不会轻易跟他离婚的 我不会让那个女人得逞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小小 小小你怎么了 我表哥像是被我脸上的表情给吓到了 连忙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晃了晃 我无声地摇摇头 面色苍白 转身离开了酒店 表哥说得对 与其守在这里 还不如回去好好想一想要怎么办 左右不能让他得意 走到酒店大门口的时候 我突然扭头往后看了一眼 这家酒店好像挺贵的 一晚上要五六百 前些天我想买一支TF的口红 他还唠叨了我好半天 说老婆你不化妆都已经很漂亮了 你要化了妆 我担心你被别的男人抢走 现在想起来 他那不是真心夸我 他应该是觉得我配不上那么贵的口红 我表哥挺不好意思的 他安慰了我几句 说要不就算了 就当作今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果到时候你跟张超离了婚 你也不能保证 以后就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的男人 我什么也不想说 我只告诉我表哥 让他暂时不要把这事说出去 更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我担心我爸妈知道了这事之后会受不了 他们的年纪都大了 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妈还有高血压 表哥满口答应下来 还说如果需要他帮忙 随时打电话给他 我决定在酒店门口等我老公一会儿 我觉得他会跟下来 他说过这辈子就只爱我一个人 他跟那个女人一定是逢场作戏 如果他求我给他一次机会 我会原谅他吗 表哥原本想陪我一起等 可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该麻烦他 就让他先回去了 说有事再给他打电话 表哥拗不过我 只得先回去休息 我在车里足足等到了天亮 可怜张超的人影也没有见到 这也就意味着 张超跟那个女人在酒店的房间里 待了一晚上 我的心在这个时候彻底地寒了 刚决定跟张超在一起的那会儿 我是有私底下劝过我 说张超跟我在一起 一定是看中了我家的条件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又都是本地公务员 我当时很不高兴地对了回去 你这是嫉妒我吗 后来跟那个室友 因为这事疏远了 我知道自己的长相 只能算是中等 跟张超的初恋没法比 我也没有什么才艺 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我很普通 普通到掉进人群里 就完全找不出来了 所以 我很忌讳别人说 张超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的家庭条件 现在想起来 我那个室友真的可能被他猜对了 张超就是因为我父母才跟我在一起的 可现在我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太好 去年就办理了病退 我驱车回了家 然后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 我把属于 张超的东西都打包装起来 打算先跟他分居 回来的路上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不能轻易跟张超离婚 我要是就这样跟他离了 那岂不是给那个狐狸精疼位子吗 我不甘心 凭什么我辛苦调教出来的男人 要让别的女人捡便宜 我至少要查出 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然后 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这是什么 我整理 张超的书桌的时候 一张照片从书里掉出来 我愣了一下 连忙捡起来 紧接着 我瞬间变了脸色 他居然背着我 保存了他跟他初恋的合影 我又看了眼手里的书 书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是张超最喜欢的一本 但之前压在箱底 一直到这段时间 他才经常拿出来翻看 难道他看的不是书 是这张照片 张超的初恋叫杨学尔 是我们同级的大学校友 他还是我们系的细花 当时他们俩个被誉为金童玉女 只可惜 大三的时候 他们突然分手了 之后 在所有人都惊诧的目光下 张超主动追求我 我那时候一直暗恋他 自然满心欢喜答应了 后来 我断断续续地听说 杨学尔被保研了 杨学尔嫁给了我们院教导主任的儿子 那人比我们高一届 个子不高 胖胖蹲蹲的 眼睛有还点小 看人的时候 喜欢眯起来 再后来 那些大学同学都各忙各的 大家很少在一起聊天 即使有微信群 也没什么人开口说话 久而久之 那一两百人的大群就变成了广告群 不过 三个月前的时候 群里有人张罗聚会 我那时候因为张超的母亲不舒服去了乡里 就错过了聚会 但张超参加了 好像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这本书被他翻出来 正当我怀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不是杨学尔的时候 一阵粗暴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来 我吓一大跳 连忙走过去开门 这大早上的会是谁 不过 我倒不担心有坏人 因为这个小区的治安在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好 我打开门 不等我看清楚来人的样子 脸上突然挨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来得太突然了 我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顿时觉得眼貌金星 脚下一个猎切 差点就跌坐在地上 等我稳住了身子 才看清楚刚才动手打我的人 是一个长相看起来很老实 也就三十多岁的男人 可刚才的那一巴掌 却让觉得这人跟老实根本不搭边 我捂着火辣辣的面颊 气愤地瞪着他质问 你是谁 你为什么动手打人 老子打你还是轻的 那男人的样子恶狠狠的 一小事吧 你最好给我管好你老公 不然的话 可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我当时就懵了 这人我压根不认识 一时之间 我心里委屈极了 也固步地自身安全 气冲冲地朝那个男人喊道 我都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打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报警是吧 你有本事你报啊 我倒是要看看 到时候是谁丢人 那男人一副太不怕地不怕 像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样子 我心里害怕极了 警惕地瞪着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张超是你男人吧 妈的 他居然敢碰老子的女人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不管好他 那老子就只能跟他商量一下交换了 那男人说完这句话 看我眼神立刻变得色迷迷的 不等我说什么 他突然往前走了一步 我吓得立刻往后退 那男人得意地哈哈大笑 对了 我叫李阳刚 刚从监狱放出来 你老公张超完的就是老子的女人 那男人说完 趁我没注意 一把将我抱住 我吓得立刻尖叫出声 可他丝毫都不害怕 嘿嘿笑了笑又警告我 管好你男人 丢下话 他得意地转身离开了 我飞快地关上门 砰的一声 生怕那个男人又折回来 等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叫李阳刚的男人说 张超完了他的女人 难道昨晚上跟 张超在一起的女人 就是这个李阳刚的老婆吗 那 那我刚才看到的那张照片 又算什么 这个时候 我的脑子里特别乱 我总觉得 自己漏掉了什么 对 我表哥 他不是说 他看到了 张超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吗 那如果我把 张超和杨学尔的合影发过去 不行 这都已经毕业五六年了 杨学尔的变化肯定很大 那怎么办 对了 找曾敏 他参加了上次的同学聚会 手机里一定保存了杨学尔的照片 我这样想着 立刻拿起手机 给曾敏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我没有直接问曾敏 要杨学尔的照片 而是问他 有没有上次聚会的合影 我还跟他说 我挺遗憾 错过上次的聚会 想看看大家这几年变了没有 曾敏很快就回我消息了 没问题 你等一下 很快 他们那天晚上聚会的合影 出现在我的手机上 我正准备把照片点开放大 曾敏又发信息过了 小小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 张超有没有告诉过你 如果他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我心里一紧 总觉得有些不安 什么事啊 敏敏 我们可都是老同学老朋友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不要瞒我 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 我们散了之后 杨学尔喝得有点多 是你老公送他回去的 小小 我不是想挑拨你跟 张超 我就是觉得 你有权利知道 我看着曾敏发过来的信息 身体有些发颤 我从来都不知道 张超居然当了一回护花使者 他回家之后 一句也没有提过 倒是我提起那天晚上的聚会 他说没什么意思 以后再不想去了 我压下心里的震惊 笑着回了句 敏敏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不过 我相信我老公 你呀 就是心大 小小 你不要怪我多嘴呀 我觉得这男人都是一个德行 你不能太纵着他了 该管的时候 一定要管 不然的话 他还真不拿你当一回事 看着曾敏发给我的信息 总觉得他好像知道了什么 可我一句也不敢多问 我害怕被他笑话 我更害怕被他同情 在他们眼里 虽然我长相中等 但我家境不错 我现在的生活 更是他们羡慕的 在省城这样的准一线城市 有三套房 还有一辆奥迪车 房子都是全款付的 没有贷款 谢谢你呀 敏敏 我知道了 不过 还是相信我老公 之后 我又随便敷衍了曾敏几句 刚准备把那张合影 发给我表哥的时候 曾敏突然发了一张 杨学尔的单人照过来 细花不愧是细花 毕业这么多年 越发成熟有魅力了 我愣了愣 发了一个笑脸过去 其他的一句也不敢多说 我立刻把杨学尔的单人照 发给了我表哥 问他昨晚上跟张超在一起的女人 是不是他 我表哥可能是昨晚上熬夜了 没有立刻回复我 我干脆也就不着急了 又继续收拾东西 但我这次不是把东西收起来 而是将收起来的东西放回去 这期间 张超的姐姐张瑶打了电话过来 说我婆婆这几天 胸口总是闷闷的 很不舒服 让我一会儿去乡里 把我婆婆接来省城 然后再去医院做一个全身检查 我当时就拒绝了 还真把我当成他们家的免费劳动力了 以前他们家的事情我从来都是大包大揽的 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张超的老婆 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可现在我不愿意了 张瑶气得在手机里大骂我 说我吃他弟弟的 用他弟弟的 让我做这点事情 我都不愿意 还说我这种长相 根本就配不上他弟弟 当初要不是看我家条件好 也不需要彩礼钱 他们家根本不同意张超娶我 我一直惦记着我表哥的回复 根本就没有心情跟他吵架 索性挂断了 没想到我刚挂了线 我表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喂 哥 我给你发的微信 你看到了吗 是不是昨晚上跟张超在一起的女人 看到了 没错 就是她 我当时虽然喝了点酒 但脑子清醒得很 眼睛也好使 那我知道了 谢谢你呀 哥 小小 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你该不会真的要跟张超离婚吧 这离婚可不是小事情 你得想清楚了 小小 表哥 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男人十个有九个想偷心的 剩下的那一个 基本上是不行 所以 小小 你这要是离了 下一个 我有些听不下去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这婚必须要离 但怎么离是我说的算 我决定不会让 张超那个渣男有好下场 哥 我不想委屈自己 行 小小 你要是有需要什么帮忙的地方 尽管跟哥开口 我忽然想到了 那个叫李杨刚的男人 表哥说 昨晚上跟张超在一起的女人 是杨学尔 可杨学尔的老公 根本就不叫李杨刚 难道杨学尔已经跟副院长的儿子离婚了吗 我脑子满是疑问 一会儿得再去找曾鸣打听一下 我知道我表哥交友广 就让他帮忙找人跟踪张超 我说钱不是问题 但拍到的照片的清晰 能一眼就看出来是谁 这样我才能到达想要最目的 我才能让他跟那个女人身败名裂 我表哥满口答应 说尽快把事情办好 之后我就用微信 给我表哥赚了五千的预付金 安排好这件事情 之前被我打包起来的东西 都恢复了原样 我给自己做了一份 简单但很营养的早餐 准备吃完早餐之后就去上班 至于张超 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 不管他回不回来 结局都不会改变 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公办学校 教一年级 我的工作很简单 一点都不累 可今天一整天 我的情绪很糟糕 还差点就跟一个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发火 好在我最后忍住了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没办法好好上班 就去跟教导主任请了几天假 说是乡里的婆婆生病了 我要去照顾几天 下班之后 我约了曾米一起吃饭 我们在一家日料店碰头 曾米一见到我 就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他早就洞悉了所有 但我却表现得很平静 我原本打算跟他先聊点其他的再进入主题 可曾米一上来就跟我说 杨学尔的老公去年出车祸了 下肢瘫痪 据说还不能人道 我心下一惊 忙问道 那他们离婚了吗 曾米嘻嘻笑着 杨学尔肯定想离呀 可他老公不会同意 他也不敢起诉 毕竟他公共还没有退休 现在是我们学院的一把手了 对了 据内幕消息 当年杨学尔跟张超分手 就是因为他现在的公共许诺他 如果他跟赵栋在一起 就给他保颜的名额 再加上人家那家庭条件 曾米的话让我觉得浑身凉透了 像是被大冬天 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 突然又想到张超姐姐说的那些话 句句扎心 可句句都是实话 我曾经以为的真爱 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可笑 我当时还为这个疏远了最好的室友 之后曾米还说了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这顿饭我倒是没少吃 化悲愤为食欲 最后离开的时候 曾米神秘兮兮地拉着我的手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让我把张超看紧点 我当时笑着敷衍了几句 就上车离开了 因为我担心 我会控制不住情绪哭出来 晚上回到家 我洗个澡 准备去床上躺着 可这个时候 张超居然回来了 他没有提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反倒问我 怎么没去乡里把他母亲接过来 我看着那一张温润俊朗的面庞 第一次觉得恶心想吐 我自问跟他结婚的这几年 做得足够好 可他是怎么报答我的 我越想 心里越是气愤 怎么都平静不下去 我甚至想冲上去 抓花他的那张脸 可我想到 这个男人的手段 还有那个李扬刚的话 我突然就平静下去 我不能打草惊蛇 我必须做出一个让他觉得我不想离婚 甚至愿意委屈求全的样子 我强忍住心里的恶心跟他撒娇 老公 对不起 我今天不太舒服 上课的时候直放恶心 能不能让姐请个假去接咱妈 张超可能是觉得愧疚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他居然同意了 还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说不用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之后张超就去了浴室洗漱 我恨得咬牙切齿的 好几次忍不住想动手 可我愣是忍了回去 我知道我不能激怒他 等张超洗完澡躺回床上 他突然就说 昨晚上的事情是个误会 那是他的一个女下属 心情不好喝多了 他只得送他去酒店 没想到就被我知道还误会了 我心里冷笑不已 这样的借口也太别角了 可我还是装作相信了 我又拼命地挤出了两滴眼泪 老公 其实我也反省了一整天 当时是我太激动了 我不应该不信任你 我 对不起啊 老公 都是我不好 张超应该信了我的话 他抱了抱我 又跟我道歉 说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提前跟我报备 还说他的出差已经取消了 忘了告诉我 之后的那几天 我每天都跟平时一样 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超也还是很忙的样子 每天早出晚归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主动问他在忙什么 他反倒是变了 居然主动跟我说起平日里的一些琐事 像是真的在跟我回报他每天的行踪 我趁着表哥那边还没有消息 就先想办法用小号加上了杨学尔丈夫的微信号 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表哥那边才有了消息 他一连发了十几张照片过来 照片上的男主角都是张超 可女主角就不止杨学尔了 还有一个年轻时尚的女人 看起来不过二十四五岁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我一眼就发现这个女人很眼熟 可还是想了好久才记起来 这个女人我见过的 她叫周丽 是公司新配给我老公的助理 上周末他们部门聚餐我也去了 她一口一个地叫我嫂子 好不亲热 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我是她亲嫂子 我想着周丽当时的嘴脸 顿时觉得一阵恶心 只恨不得让这个女人身败名裂 我表哥很快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小小 这几天的成果都在这里了 你看下 你要是真想离婚 就先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 我知道了 表哥 谢谢你呀 我诚心诚意地回了我表哥一句 因为我心里清楚 我表哥是真心为我好 事情差不多已经水落石出了 张超不仅出轨了 还同时出轨了两个女人 我大概捋了一下时间 她应该是先跟周丽在一起的 之后的那次聚会 才跟初恋情人杨学尔有了联系 我压下心里的怒火 又重新看了一眼那些照片 然后保存起来 照片上只要有杨学尔的 我全都用小号发给了她丈夫 既然她这么想跟她已经残废的老公离婚 那我就帮她一把 很快 我就收到了她老公的回复 你是谁 这些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你老婆给你戴了一顶大绿帽子 对了 你如果觉得这照片是合成的 你可以找技术鉴定一下 这句话发送过去之后 我立刻就删除了杨学尔老公的微信号 我相信她不会让我失望的 因为不管是哪个男人 都容忍不了被自己的老婆戴绿帽子 尤其是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家庭 而媳妇出轨了 还被人拍了照片 如果不离婚 那就是让所有的人看笑话 一旦杨学尔离婚 那么他势必会缠着张超娶她 到时候我会让他知道 他只是一个小色而已 之后我就跟教导主任请了一个假 直奔律师事务所 我找的那个律师 很擅长打离婚官司 但是他告诉我 想要男方净身出户有点难 即使有他出轨的证据也不行 而且 我这边还急着要离婚 是的 我急着离婚 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跟他待在一起 我只要一看到他那张脸 就觉得恶心想吐 晚上躺在床上 张超想要碰我 被我拒绝了 紧接着他的手机就响起来 张超拿起瞅了一眼 然后就起床离开了卧室 我仰面躺在床上 只觉得自己可怜又可笑 张超很快就折回卧室里 一边换外出的衣服 一边张口解释道 老婆 我负责的那个项目 临时出了点问题 需要我这个时候去公司一趟 你赶紧睡觉 不用等我了 我可能会很晚回来 又有可能不回来了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嘴上这么说着 心里却恨不得 他出门就被车撞死 张超刚一出门 我就给我表哥打电话了 让他立刻找人跟踪上张超 这一天晚上 我一点都没有睡好 张超也没有回来 因为他去见杨学尔了 之后他们还去开了房 再后来 杨学尔的老公带人过去了 在酒店的房间里上演了一场完整的桌奸戏码 这些都是我表哥告诉我的 第二天晚上 张超下班回来的时候 眼角清了一块 他告诉我 这是他不小心撞的 我没有拆穿他 反倒用煮熟了的鸡蛋帮他滚了好几分钟 没过两天 曾敏发信息给我 说杨学尔离婚了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我决定跟杨学尔见一面 但又怕杨学尔不愿意出来 我就让曾敏攒了一个局 但出席的人就只有我跟他 杨学尔不愧是当年的戏花 五六年不见 整个人越发妩媚了 散发着一股成熟性感的魅力 他见到我的时候 显然有些惊讶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我知道你 你是阿超的老婆 阿超当年跟我分手之后 就跟你在一起了 我不想跟这个女人寒暄 直接开门见山 你如果想上位 那就让张超净身出户 你杨学尔没有想到我这么直接 一脸的惊讶 我一点都不着急 现在该急的人是他才对 他家工如今已经是学院的院长了 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以他做出的那些 给他们家蒙修的丑事 他的工作肯定保不住 他现在唯一能依靠的人 就是张超了 我给你时间考虑 但不能太久了 不过杨小姐 我觉得你应该大概了解下 张超目前的收入 以他现在的位子 用不了两年 他能这些都赚回去 杨学尔听了我的话之后 显然动心了 他立刻答应下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想继续拖下去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决定主动跟张超提出离婚 我告诉他 杨学尔找过我了 我愿意成全他 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张超居然不想跟我离婚 他跟我坦白 说那天晚上喝得有点多 送杨学尔回酒店之后 是杨学尔纠缠他 所以 他才会忍不住跟他发生关系 我听了这话 只觉得浑身发冷 这个男人竟然可以凉薄到这个地步 我越发坚定了要离婚的念头 可离婚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张超居然把我想离婚的事情 告诉了我父母 我父母一听说 我想跟张超离婚 他们立刻轮番上来阻止我 我又不敢把张超做的那些事情告诉他们 担心他们的身体会承受不住 可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婚 我只能从杨学尔那里下手 我知道他想要上位的念头很强烈 毕竟 如今的他除了张超之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 就在我找了杨学尔的第三天 张超居然就同意跟我离婚了 只不过 他还是不愿意净身出户 因为财产分配的事情 离婚的事情又拖了半个月 最后 他还是同意了 但我心里也很清楚 固定资产 他是没有办法转移的 可现今呢 他肯定背着我藏了不少 可我这个时候 已经不愿意继续跟他扯皮 我只想尽快远离这个渣男 如愿拿到了离婚证 我只觉得自己解脱了 我再也不用去管他那一大家子的破事儿了 但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必须让他遭到报应 如果当初没有我爸爸的帮忙 他怎么可能生得这么快 这才几年时间 他就已经单独负责上千万的项目了 就在我拿到离婚证的那个下午 杨学尔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是一张B超单的照片 我点开看了一眼 上面显示是杨学尔怀孕了 我突然就明白 张超当时为什么会同意跟我离婚了 原来是杨学尔怀上了他的孩子 莱尔不枉飞里也 我立刻把存在手机里的张超和周莉的亲密合影发了过去 又顺便给周莉发了几张张超和杨学尔的合影 我原本不想这么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杨学尔 可他不想让我好过 我又何必对他心词手软 跟张超离婚之后 我依旧照常上班 就像个没事人似的 我爸妈担心这样会憋出病来 就劝我出去玩一玩 还帮我跟我的领导请了长假 我去了一趟三亚 在那里待了一周时间 回来的时候 我在机场免税店买了我心心念念的TF口红 还买了一套SK2 我曾经舍不得花钱买这些贵的化妆品 护肤品 只想着多攒点钱 为我跟张超的将来做打算 回到家里之后 我联系曾敏一起吃饭 顺便把在免税店买的礼物给他 吃饭的时候 曾敏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张超被他公司开除了 是因为有人举报他贪污项目款 杨学尔见他一无所有之后 也跟他提出了分手 还去医院把财怀上的孩子打掉了 即使张超的母亲跟他下跪 也没能让他 他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哦 就没再说什么 依旧低头吃菜 但心里却高兴了很多 回去之后 我随便找人打听了一下 原来举报张超贪污项目款的那个人是周丽 至于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张超被抓起来之后 周丽被公司辞退了 我又想到 那个叫李阳刚的男人 周丽以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至于我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可是都拒绝了 我爸妈看得着急 总是想方设法安排我相亲 可我一点都提不起星期 至少这一两年内没兴趣 我只想努力工作 赚更多的钱 然后带着父母周游世界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大家请在订阅